两个人一起吃饭 是比一个人吃饭热闹好 就这么在一起 也挺不错的 是要跟你在一起啊 你刚刚不是同意了 一起大伙吃早饭吗 你要反悔 差点忘了件重要的事 你干吗 摸一下头 干吗要摸我头 我又不是让一让 检查你的包消肿了没 这是正常随访 那 那你看就好了 又不需要动手 看清楚没有 我已经没事了 随访结束 感觉你很紧张啊 哪有紧张 没有 没 没 从一早开门到现在 你所有动作都不对劲 刚才抓到手的时候 手心出汗 心跳加快 不是紧张是什么 我体虚 体虚 那你干吗不敢看我 我没有 那你躲什么呀 那你躲什么呀 温医生 你再不走 上班要迟到了 你该不会是 喜欢上我了吧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怎么可能喜欢你啊 你知道恋爱的五个阶段吗 一般患者 在接受自己病情的时候 都会经历一个心理阶段 就像你接受不了喜欢上我一样 现在你正发展成第一个阶段 你再胡说八道要赶你出去啦 你看 你看 给你看 第二个阶段也发生了 愤怒 好吧 好吧 当我什么都没说 我说回刚才说的话 第三个阶段 妥协也期待 照这么发展下去 我想很快在你身上 就能看到第四个阶段 吃醋了 温少青 至于第五个阶段 以后我再告诉你 上班去了 一会儿见 不是吧 我平时那么会说 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变压 巴朗呢 全对的啊 哪有老师体现得到的 学生等老师 天经地义 老师 差不多了吧 你要是敢吃到 我就让你发超 八点了 你是到点在这抱起了佛脚 考前最后中次没见过 拖老师请坐 处理医疗事故的法律法规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人生死的还赔偿司法解释 侵权责任法于什么时候 二零一零年七月一号实施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 不属于医疗事故的 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但该规定与我国 与我国民法通责中 侵权责任原则相对 民法通责中规定 公民 法人 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 他人财产 应承担民事责害 这道题还有可能联系到下一道题 在司法实践中 判断医方是否对病发症的发生 承担责任时 还应看齐是否对病发症的发生 提到注意的意义 在你资料的第36页道上 你 你是吃了多类梦的记忆面包 医学生无所谓 孙老师 如果我全对的话 全对的话 是不是应该给点什么奖励 奖励 你是想要小红花还是小勋章啊 我想要 给你一天时间考虑 想好再告诉我 我的大缺席 是遇见你 也在等我的你 我的小缺席 我想要 我完了 我好像 真的踩进坑里了 陪在你身旁 说着你的话 只要有你小伴 就有最浪的 I'm with you I'm with you 陪在你身旁 说着你的话